祥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我每天早上都有這個Zoom 但如果你要參加,你要報名 以及晚上都有的 是一個深度的查經和訓練和神學 我們今天的訊息是說到 尋找神在戀愛和婚姻中的旨意 其實我還有下面一或兩堂的 講到婚姻和家庭的 這次主要講到戀愛 有些人說,與我無關 好像這堂道就是與我無關 但我們可以這樣想 我們可以幫助其他人 可以幫助一些未婚的人 去認識關於戀愛和婚姻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講到婚姻的方面 首先我們看看婚姻的經文 聖經中講到婚姻的經文 第一,妻子應該順服丈夫 但又彼此順服 這一點很多人都搞錯 我曾經尤其從一些 有些 基督徒和傳道人 她不是在香港 她們的非常強硬的態度 就是 太太是一美的信服 沒有條件 無論如何都好 丈夫是不需要聆聽的 不需要聆聽她的需要 是太太絕對的信服 但經常在聖經中有句說話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 在《以弗所書》五章21節 我們一起讀 又當全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你們當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其實這句說話 一方面就講到妻子順服丈夫 但前一句 就是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互相順服 那怎樣給互相順服呢 丈夫都應該聆聽太太的需要和感受 不只是你聽完我的話 因為我真的見過有些人 甚至是傳道人 她有一個很強硬的態度 就是怎樣呢 太太要無條件的 完全信服 我說什麼都好 你要完全信服 而她完全沒有聆聽太太 沒有回應太太的感受和需要 結果是離婚的 其實令我很失望 為什麼有些傳道人 都沒有處理好自己的生命呢 就覺得她一定要絕對聽話 如果她不聽話 即是她犯罪 就沒有看到經文說到彼此順服 也沒有看到經文說 你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所以當中我們有已婚的 或者未結婚的 都有個心態就是說 是互相順服 就是說一方面 當然太太應該順服丈夫 但是同時丈夫 都聆聽太太的需要 去回應她 去關心她 在順服她 就是說順服她 看到她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回應她的需要 就不像一味 只要她順服的 而同時很重要的是 丈夫愛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 《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五節 基督愛教會 所以我們如何呢 她為教會寫記 所以我們也真的想太太好 真的去祝福她 而下面有《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九節 就說到二十八節開始 丈夫都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就是愛自己 從來沒有人恨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顧色 正像基督愛代教會一樣 這個人拿著團套打自己 你會不會自己打自己呢 我們人當然不會這樣做 其實當我們傷害太太的時候 其實是傷害自己的 但很多人準備結婚 或者結了婚是沒有這個心態的 沒有這個心態就是 我怎樣令對方覺得悲哀 怎樣去關心她 讓她覺得她是寶貴是重要的 是沒有這種心的 即是說很多人的心態 譬如很簡單 聽到她的心態 怎樣知道呢 有她的朋友 你會知道 她會說 哇 我認識一個女孩 很好的 又漂亮 又有錢 又溫柔 又體貼 真是好到不得了 她只是說對方是怎樣好 即是她希望在她身上得到好東西 於是她就希望這個太太 無論如何都好 將來我有什麼做錯 你便原諒我 我沒有做到 你便和我做夠 什麼都是你補足 那時候太太 逐漸覺得 哇 你又不聽我說 你就是希望我永遠都是溫柔 體貼 關心 有愛心 到那時候 太太不覺得被愛 她是沒有這個動力的 即是她覺得很辛苦 這個婚姻很難搞 還有好像跟丈夫說話 有些人形容她說 好像跟奉祥聊天差不多 即是沒有反應 你說不是奉祥 喂 我今天不開心 我很不開心 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反應 有些人形容她跟丈夫聊天差不多 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我們都是學習 即是說準備結婚的人 一定有個心態就是 我是準備去愛 而結婚的人 如果你未曾有這種心態 都是學習 真的去愛 令到對方覺得被愛 被關心 被看重 被扶持 被幫助 令到她覺得舒服 開心 即是一起結婚 不是覺得 哇 很辛苦 你明明看著她很辛苦 不開心 一點都不理她 你聽話就行了 你要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一定婚姻不好 其實基督愛教會也是 基督不只是要求你 做什麼 基督是很細心服侍我們的 當我們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們有心態想結婚 一定是說 我預算了 我會付出代價 如果你不預算了 不付出代價 你不要打算結婚 以及預算了聆聽和回應 關心 有些人真的 是完全沒有溝通 不懂得溝通 這要學習的 要學習如何把自己的內心世界 說出來分享 因為有些人 有些障礙 有些傷害 無法處理內心世界 那她就希望我結婚 就會完成 我想說 不要想著 婚姻是一個醫務所 很重要 不要想著 我有很多問題 我很多煩惱 很多重擔 我又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那我結婚就醫好我了 婚姻不是一個醫務所 婚姻是應該我們先醫好 處理好生命 先進入婚姻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她跟一個人拍拖 通常都是女兒的求助 因為男人不溝通 女兒的求助 她說 我們的關係很有問題 我跟她聊天 在聊天的過程 我便提議如何聆聽和回應 那男人又如何回應我呢 我不相信這一套 我不會這樣聽別人說話 我不會這樣回應 結果是分手 沒多久之後她結婚了 不過沒多久之後又離婚了 是很可惜 是非常可惜的 即是她以為 總之我是不說話 我永遠都不說話 我不會聆聽 我不會關心 她以為可以完成 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必須要學習 去聆聽和溝通 可能中間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懂 你不懂 你可以跟你同工說 然後我可以舉辦一些班 幫大家溝通 其實我們星期日下午 也有些訓練 是關於這方面的 我也希望幫助大家 預備將來 例如你結婚 或者你現在結婚了 如何預備呢 好了 什麼叫愛 有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愛 我們一起讀好嗎 第一 第一 聆聽和互動的溝通 留心聽對方說的話 切身處理的感受和回應他的感受 就是說會聆聽 會有互動的溝通 不要單方面的溝通 有些人溝通是這樣的 單方面的說話 不讓對方回應 有時候我跟他們溝通也是一樣的 他講完一次 我打算他停給我說 他又不是 他又重覆說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種人 說完一次 又再重覆說 我去問他 我說 謝先生 你有沒有留意你講了幾次 他說有 為什麼你會這樣 我習慣是這樣的 我說完 我又很想再說 我聽到 我等你停 然後我去回應 所以有些人 我要 你等等 等等 你停一停 讓我回應你好不好 你想要我回應 我會問他 你想要我回應 因為你單方面想說話 我不用回應 這個聆聽和互動的溝通 第二 一起讀 關心和記得對方的需要 盡力去幫助他 關心 和記得 譬如他說 哎呀我好痛 好痛 但又忘記了 我們關心他 他有哪裡痛 有哪裡不舒服 有什麼不開心 我們記得 第三 說話的目的是 令對方覺得被尊重 被愛和 被建立 說正面欣賞和 稱讚的話 不說令人灰心的話 我們說話 是令人覺得被尊重 被愛和被建立 即是他覺得他的生命 被提升 有多些正面的欣賞和稱讚 有些人說 讚不會讚壞 他如果有些行為不好 我們可以引導他 下面的第四點 我們看了第四點 又要回到第三點 正面猶和地處理任何問題 譬如他真的有些問題 我們需要跟他談 我發現 你有沒有留意 最好用問題的方式 你先說了幾次給我聽 同樣東西我已經聽到了 你又再說下去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因為有些人沒有安全感 他說完好像不夠 要再說一次 好像對方聽不到 其實他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問一下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有沒有聽到 對方回應 不用再說 那就讓對方回應 即是說有任何問題 不是代表不處理 我們說恩典的說話 祝福的說話 不代表我們不處理問題 是需要處理問題 不過用柔和的方式 不過很多人相信什麼呢 有問題就要發脾氣 有什麼搞錯 那些垃圾都沒有到 那些衣服亂丟 你真的亂丟 很多人就以為 做錯而已 人家做錯 很生氣 這樣來處理問題 這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們需要學習 柔和 那些衣服 你是不是等我接呢 每次都是等我撿呢 那你可不可以 都撿一下呢 一起撿一下呢 也不是去傷害他 只是說 我們一起負責好嗎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 有些男人結婚 他沒有打算做家務 他打算 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回家 他什麼都做好了 衣服又洗了 飯又煮好了 等我回來 就坐在那裡吃飯 他希望太太也是這樣 其實是不公平的 很多時候 現代的太太都要上班 上班又要買菜 又要煮飯 什麼都做了 我們需要一起承擔這個責任 才能夠有好的婚姻 問題需要處理 第三點 就是說 說尊重 令到他覺得被尊重 被體重 被愛和被建立 說正面 欣賞的說話 這句說話很重要的 我們都盡量欣賞人 讓他覺得他是寶貴 是重要的 不會讚壞的 人其實需要愛 需要關心 如果他有問題 我們就和他處理 總之正常的情況 任何他做好的事情都稱讚 都稱讚他 我和太太 一天稱讚很多次 他什麼事情做了 我都稱讚他 多謝他 我想他和我一起很開心 很開心的時候 他又享受 我也享受 我們又大家同心 去侍奉 一起發揮生命 一起享受生命 這就是大家都得益處 但如果我令到他覺得很受苦 他便會覺得 你經常對我 心裡會覺得不舒服 不開心 好了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到婚姻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一定不能同不信 同乎因厄 我先講一個故事 我真實的經歷 有一次我去旅行 旅行的時候 有個大巴 那些人坐在大巴 那裡去旅行 我旁邊有一個人 我不知怎樣 他知道我是牧師 他就問我 他說你們與不信 又言不相配 不要同乎欲欲 他說 我就覺得這個不是講婚姻的 他說我用釋經的方法 去證明不是講婚姻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講婚姻這麼重要 我應該講明 你們不要跟不信的人結婚 如果他沒有講明 即是不是講到婚姻 只是講到做生意 合作夥伴 那些就不要合作 婚姻無關 那我就回答他 我說夏文一直說 不要跟比列 不要跟黑暗相交 那結婚是最深的相交 他又沒有什麼回答 即是回答不了我 不過他跟我說另一句 聖基有說一句說話 他說如果丈夫死了 可以再嫁 不過嫁在主裡面的人 聖基有很清楚說的 不過他聽完他不喜歡聽 他以後在旅程中 他是不理我 他離開我 即是有些人會用藉口 覺得找不到信主的弟兄 就隨便問一個 他覺得這樣 因為太多人找不到丈夫 所以 因為事實上在教會裡面 是女性多 所以很多人找不到丈夫 就變得很孤單 所以他提了一個教導 就是說 這個只是講生意 不是講結婚的 我們看看經文 你們跟不信的緣不相配 不相配 不相配 不相稱 因為一個是光明 一個是黑暗 不要同扶日厄 不要一起去扶日厄 扶日厄是可以任何的事情 甚至很深的朋友 我不是說 反對你和非基督徒有朋友 做朋友 不過很深的朋友 尤其在生命中 有些合作 發揮生命 應該是和基督徒的 即是說 我們生命最高度的提升 應該是神的裏面 不是在世界上的 但有些人 當然他經常做的事 都是和基督徒無關 所以他和什麼人做朋友 都差不多 但如果我們的心是奉神 想是奉神的 我們應該是和基督徒聯繫的 然後保羅用幾句說話說 光明和黑暗如何相通呢 兩夫妻一個光一個黑 如何相通呢 基督徒比列 比列就是撒旦的別名 有什麼相和呢 一個是跟魔鬼 一個是跟耶穌的 不行的 信主和不信主有什麼相干呢 是根本不相干的 神的電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 因為神的電和偶像 根本是完全敵對的 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電 是神的電 就如神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我住在你中間 在他們中間來往 這裡講到神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在你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神 祂要作我的子民 神和我們有來往的 有interaction的 所以聖經講到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要成就祂的美意 是神運行在我們裡面的 神在我們中間運行的 然後你們無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 不要尖不潔淨的物 就和他們分開 分開的意思 不是代表不和他們做朋友 不交往 而只是說 我們生命的心交 一定不是和非基督徒 尤其是婚姻 這樣我就收納你們 這句說話很重要 當你這樣做我就收納你 當人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不收納 因為他的生命根本有很多 沾染很多污衛 他一定會有壓力的 一定叫他不要回教堂 你剛才生了的兒子 還要回教堂 你先抽個嬰兒 有很多的壓力 你這麼多事情做 你怎麼還有時間回教堂 更加跟他說事奉 更加覺得浪費時間 做什麼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是選擇 基督徒的配偶 才能夠發揮生命 不只是說結婚時沒有衝突 有些人說 他容許我回教會 不只是容許我回教會 而是大家在信仰上不同的時候 是不能夠合一 不只是沒有衝突 而是不能夠合一 不能夠給神使用 如果我們合一 兩夫妻都是同心合意跟從神 神就收納我們 接納我們 所以經文是很清楚說到 包括婚姻 包括任何合作都是 很多人合作 和非基督徒合作 結果真的造成很大的破壞 當然有時做生意的那些 有時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我們就要分辨 如果你的生意是想同心 其實都是需要基督徒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不是信耶穌的 他沒有這種心很誠實 做生意 是真的服務人 他未必有這種心 他只是想賺多些錢 所以做生意都是需要考慮 應該是最好跟基督徒在一起的 好了 我又回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些人說 我都找不到配偶 那麼久都找不到 神都可以找到的 即是為我們預備 有些人說 未到三十要結婚 過了三十真是很難搞的 其實不一定有年齡的限制 神可以為我們預備 但如果沒有預備的時候 也有一個正面的心態 去面對單身 因為聖經裡面很清楚這樣說 《格林多》前書七章三十二節 我願意你們無所掛慮 沒有娶妻是為主的事掛慮 想怎樣叫主喜悅 娶妻就為世上的事掛慮 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即是說結婚總是會用 有些時間心機放在這個配偶身上 婦人和處女也都有分別 沒有出嫁就是為主的事掛慮 要身體靈魂都聖結 已經出嫁是為世上的事掛慮 想怎樣叫丈夫喜悅 即是說原來一個單身的人 他是能夠更加專心釋放神 不過有些人單身也不是專心釋放神 不是一定單身就代表專心釋放神 不過無可否認是更加能夠專心的 有些人說 那不就個個都不要結婚了 那不就個個都專心了 但這件事是每一個人 神有不同的計劃 兩個人同心也很有力量 以及配搭 男的有缺乏女的可以配搭 女的缺乏男的可以配搭 這就是神可以使用 無論是婚姻和單身 但有些人是很怕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有個弟兄 在以前的服侍的教會 有些人說笑說 你有單身的恩賜 他有很大反應 很不喜歡 我很想結婚 但我還未找到對象 他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他覺得很負面 我也聽過有些人沒有結婚 有時真的變得 用一個極端的名詞 真的有些心理變態 有些變得很低沉 很苦悶 很不開心 其實這也是不健康的 即是我們無論結婚 不結婚 都是有一個健康的心態 我曾經認識一個姐妹 很明顯的 她未結婚時 很苦悶 很不開心 因為沒有結婚 後來結婚 丈夫又發覺不滿意 她又很不開心 後來那個丈夫 四十多歲又死了 她又更加不開心 即是她由不結婚 結婚和丈夫離世 全部都不開心 其實我們人生 無論我們什麼狀況 我們都喜樂平安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想著 專心侍奉神 拿著一個行李箱 去不同的國家 就停留在那裡 很久很久去宣教 但是神為我預備的 不是那條路 但是我覺得 神也是有祂的計劃 有祂的工作 因為在這個過程 我發覺我生命更大成長 還有我發覺 我去到宣教的地方 長期留在那裡 真的不行 因為會生粒粒 那些食物不行 那些水不行 所以我初頭的觀念 就是想著拿行李箱四圍去 是不能走得通的 而我現在的情況 就是容許我能夠有這個復興宣教士功 並且訓練不同的人去侍奉 訓練非洲的牧師 以及在香港 我也是神擴闊我的領域 每一個人不同 但我起初真的想著單身 我那時候 天天祈禱 不知道多開心 我一點都不覺得苦悶 我覺得平安喜樂 有力量 有時間 去侍奉 不過神給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腦 好了 很重要一點就是尋求神 在戀愛和婚姻的主意的重要性 即是說 不是說他是基督徒 那就可以了 不是的 不只是基督徒 是一定兩個人配合的 是神所預備的 詩篇139篇16節 到18節 是講到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我未承認的體質 神的眼睛已經看見了 你所定 這個定這個字 在希伯來文 它有編號 這個叫 Strong's Number 就是有一個原文的編號 舊約就是希伯來文 新約就是希列文 那大家查3335 然後寫Hebrew H-E-B-R-E-W 即希伯來文 就會找到這個字 Yassah 意思是什麼呢 就好像圖像那樣塑造 而新約的 你就用那個數字 然後你就寫Greek G-R-E-E-K 你就可以找到英文的解釋 如果你懂英文 就算你不懂得希伯來文 希列文 你可以上網找 Interlinear Bible I-N-T-E-R L-I-N-E-A-R Interlinear 就會有希伯來文 希列文 和英文對照 以及有一個編號 你一讀的編號 立即會去到原文的字典 用英文去解釋 有時有些經文 你不知道原文說什麼 你可以讀它去看 不過大家要留意 希伯來文是由右到左 所以你由右到左 看那些字 好了 這裡說到神所定的日子 就是神塑造的日子 即每一天 神好像一個圖像 塑造我們每一天 都有特別的意義 有特別的意思 我們就深信 無論我們順境逆境 神不是特意給我們逆境 逆境是因為世上的罪 我們的罪 人的問題而產生 所以世上是有困難的 但是神的計劃是什麼呢? 就是在困難中刺力量我們 為我們預備安排 神的祝福是祂的計劃 在困難之中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 就算有困難 神都使用這些困難 叫我們成長 譬如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那時候去宣教 都幫很多人經歷聖靈 不過神給我 有十年的時間 是深度的處理生命 深度的 不受任何人影響 任何人說負面的說話 任何人說傷害的說話 或者刻意傷害 我都不放在心上 這是我十年神使用的困難 幫助我 不介意人的傷害說話 神教導我 這是我生命更高度的提升 還有 學習欣賞神的美善 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我很喜歡神 所以大家聽我經常說話 都是講到神如何美善 神如何美好 你在網上找到很多影片都是這樣的 就是更加欣賞神 那些人更加被更新改變 所以我希望大家中間都會有人 願意的心去學習 可以跟我 即是你跟我說 我就會盡量去幫助你的 你差不多 回不了這個事奉操練課程 時間有狀的 你告訴我 我很想怎樣提升 我是很樂意幫助人的 有些人 包括有傳道人 有平信徒 他們想被神使用 他跟我說 我都特別抽時間去幫他 多謝主給我這些機會 即是神塑造的日子 我上每一天已經寫在祂的策上 天上都寫了 那寫了些什麼呢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寫了很多寶貴的意念 其數何等眾多 我又數點比海沙更多 即是神寫了很多好的意念 如果神寫了那麼多 祂也寫了我們的配偶 因為神知道哪個配偶是最對的 很重要一點 不要以為結婚是一個醫療所 千萬不要以為這件事 我曾經認識以前在教會裡面 有一個人 他真的很有恩賜 他上網參加課程 讀希臘文 學到 學得很好 他有心事奉神 他在教會裡面 這個教會我不是主任牧師 我沒有負責去輔導他 他就有心去祝福一個女孩 他是不是愛她還是祝福她 我分不清楚 不過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很想幫她 因為這個女孩有精神病 他就很想幫她 婚姻不是醫療所 他就想幫她 他覺得我幫她 我就會更加成長 不過結果 他是被她拖低的 兩個人不相配的時候 是被她拖低 結果他沒有進入侍奉 他本來想去讀神學 但結果他沒有做到 因為一個人是很負面 他總是不肯改變 我相信大家都會發現 有些人 包括基督徒 或者他根太的心 他的刑慮太強 他也不肯刻意處理 有一點很重要 有些人就以為 經歷聖靈 我就會釋放 在那時候會 不過過後都需要處理 因為一會被人罵 他又爆發了 是需要學習處理 不要吃垃圾 是需要處理的 需要刻意活在神的愛中 和處理垃圾 但很多人是沒有做這件事 當你和一個人結婚 你是會很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天都有些垃圾賭給你 所以他會控訴你 你沒有幫我 你沒有對我好 為什麼呢? 當一個人不能夠全面性回應 他那種困難苦毒 他又覺得是你的錯 他就會找方法 總是指控 這個人做了很多 都覺得被指控 是很辛苦 是很難發揮生命的 所以 婚姻真的要醫好才好 進入婚姻 我認識有些人 他跟我說 牧師 麻煩你祈禱 叫我預備 為我預備一個配偶 我說 你首先處理好你的生命 他的生命 有些人跟我說 都是一些生命很有問題的人 他們又苦老 又情緒病 又吃精神藥 他根本處理不了 處理不了的時候 他希望結婚會有好轉 我跟他說 這是一個姊妹 我跟他說 當一個人知道你這麼多弱點 他跟你有了性關係 他就可能沒有興趣 他就走了 他說 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不好嗎? 我說 有好的 不過是少數的 就算基督徒有很多未婚 也有被吸引 有性關係 當他有性關係之後 他就覺得已經做完了 他的興趣就不大 他不會持續對你好成 想著 我要愛他 他這麼辛苦 我要幫他 我要醫治好他 沒有人有這種心 所以我才說到 當日兩個人拍拖的時候 他不會說 我真的想祝福這個人 我要幫助他 我提升他 我盡力全面性去愛他 很少人聽到幾個人的朋友聊天 當然是說他 如果我說真話 他身材很厲害 他樣子又漂亮 又溫柔體貼 真的找不到 他就很少說 這個人這麼好 我要全心全意愛他 看到一個美好的婚姻 是沒有人會這樣說話的 因為他所想的只是自己 人的本質 就算信耶穌 也有很多 他的罪性是自私 他真是被神改變 他才會說我想祝福 真是說 我祝福人 神就喜悅了 因為我整個生命 我覺得神聖年充滿我 真是很大的禮物 所以我任何事情要做 我都想做到 令到神喜悅 所以我盡力建立我的婚姻 令到我們同心合意 是不會有破口的 有這麼多的破口 我們一定要處理 有這麼多的不同意見 我都會處理 不是代表我要改變他的意見 而是我們可以接立到兩個人不同的意見 不要緊的 有不同死的 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我們不同都可以合作的 就是神有這些計劃 我們就進入這個計劃 不要只說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就不是神的計劃 是神要什麼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所以既然神有計劃 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進入神的計劃 不是用人的心意 不是隨便找一個人的 好了 尋求神在戀愛和婚姻的旨意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麼重要 第一 全心信靠神、愛神、親近神、遵從神、侍奉神 神就安排最合適的配偶 或者單身的生活 很重要的 這個完美計劃不會自動進入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將身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才能夠察驗神的善良 順傳可氣祂子業 神在天上已經預備了一個計劃 每一個人都有 不過很多人沒有進入 為什麼呢? 你看到的 又發脾氣 又埋怨 又低沉 又不苦惱 又不開心 神的計劃是這樣的嗎? 不是這樣的 很多基督徒 是活在這種苦惱痛苦的狀況 為什麼呢? 根本他沒有將身獻上 他根本是效法這個世界 他心意沒有更新變化 所以他根本無法進入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是個個個都平安喜樂 充滿恩典、充滿能力 事事榮耀神 很多人沒有進入這個計劃的時候 他的生命一定是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偷竊殺害偉懷 那時候我在神學院教授說 講到不同的問題 其中講到喝酒 他說我認識有些神學院畢業的學生 後來做牧師 後來喝酒的問題 可能他本身已經有喝酒的問題 他處理過 但後來煩惱了 在侍奉的時候有困難 接著他就喝酒 喝酒怎樣呢? 家人離棄他 教會拒絕他 接著做了Homeless 無家可歸 真是很淒涼 神的計劃是否做牧師做到無家可歸呢? 當然不是 是他不聽話而進入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想有完美計劃 首先我們有沒有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即是我們生命給耶穌 如果我們生命不給耶穌 神不會給你一個最好的 因為你都進不到 神就不會說你進不到 不過我都將最好的給你 那對那個最好的又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祂付出這麼多 但你不肯付出 所以一定是我們處理好生命 和神有親密關係 就是尊重神 我們先能夠進入神的計劃 神為我們預備這個配偶 或者是單身生活 有些人說這句我不喜歡 這句不行 這句不行 但就算單身其實都是好的 即是可以給神使用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情況 神為你安排預備的都是最好的 第二 在戀愛和分享中跟從神的心意 叫整個生命更加蒙福 彼此相愛幫助 活得更喜樂 更有力面對困難 更能同心地侍奉神 這就是個目的 兩個人都愛主彼此相愛 同心合意 亦都能夠將自己的困難說出來 自己的問題說出來 大家互相幫助 互相扶持 當他講出問題 另一個人不會踩他 你怎麼搞錯 你這麼多問題 而是去接納他 一起去找答案 這才是一個完美的婚姻 即是見到對方有問題 不是代表我便踩你了 而是怎樣找到答案 這時候婚姻就會進入更美好的狀況 第三 與不信者拍拖或談戀愛 必定不是神的計劃 令到我們失去神完美的計劃 一定不是的 因為神不會叫我們和黑暗的相交 不會和撒旦相交 不會和偶像相交 大家看看圖 神的旨意的圖 這個婚禮是很特別的 就是新郎為新娘洗腳 新娘為新郎洗腳 代表就是服侍 就是我們以後互相服侍 所以這個婚姻的心態就是 我如何互相服侍 這才是蒙神喜悦的 所以在婚姻中尋找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就覺得是這樣的 侍奉就找神旨意 這些拍拖的事情自己搞定 而且也不會找傳道人去幫助 因為覺得這些私人事 這些個人喜好當然是找自己搞定 其實這個不是個人喜好 是影響我們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婚姻 當然信主是最重要的 但除了之外 因為我們一生的婚姻是影響很大 很多人會這樣形容 未結婚很多人很想進入婚姻 不過入了婚姻 是有很多人想出回來的 你問問有些人結了婚 他們說真的有很多苦 當然有些好的 有些真的說很好很好 但是的而且確 都有頗多人說 我不知道原來結婚這麼多辛苦 原來要這麼多責任 那麼多責任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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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聽這麼多嘔嘔嘔嘔呢 因為他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他經常聽到嘔嘔嘔嘔 好了 我們如何預備自己成為適合戀愛的人 這件事很重要 你想有好的戀愛和婚姻 一定是自己預備好自己才行 自己不預備好自己 一批東西這樣 就是希望找到一個配偶 完全對自己好 這個世界是沒有這件事的 就是自己有很多垃圾 經常都是傾訴垃圾 如果有些人 他跟人聊天 總是 每次說的都是垃圾 都是不好的 譬如在開組 很多苦惱 這個星期又慘 又不開心 又被人氣 又很苦惱 如果人的生命是這樣的 絕對是不應該結婚的 不應該戀愛先 應該先處理好生命 處理好生命 不是說他以後不可以 是他處理好生命 好了 如何預備自己成為適合戀愛的人 第一 建立和神的關係 學習和神的得力 和有愛心 即是 神才能夠改變我們 醫治我們 我們親近神 不是只是一種規條 讀聖經祈禱不是只 只是一種規條 而是讓神改變我的生命 讓我活出喜樂平安 有聖靈的果子 更加成為一個 真是人見人愛的人 聖經有說到耶穌 那些神和人 對祂的喜悅 越來越增加 即是神越來越喜悅祂 人也更加喜悅祂 神更加喜悅 和為祂預備最美好的 祂也有智慧面對戀愛中的困難 就是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是一個基礎 一定他和神的關係好 他才可以有一個好的婚姻 第二 建立自我形象和能力 深信自己在神裡面是寶貴 好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每個都寶貴 因為神體重我們 簡算我們 有一個永恆的計劃 不過只是這件事 不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有一個人 他很信神體重他 不過他和親人說話 說了幾句就發脾氣 或者是套苦水 經常都套苦水 做什麼都是苦頭蛇尾的 什麼都失敗的 做什麼都是又不準時 又做得不好的 他會不會 裡面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因為他會覺得 我什麼都不好 那些人又不喜歡 譬如他和人聊天 聊幾句的人就轉身想走 他自己會怎樣感覺呢 他一定會覺得不開心的 所以自我形象一方面 是信神的恩典 和神有親密關係 亦都建立我們每一樣的能力 和人相處的能力 溝通的能力 聆聽人的能力 回應人的能力 關心人 還有做事做得 有智慧有聰明 能夠處理事情 是有責任感的 有些人說 哇 這麼完美啊 我們沒有人是完美 不過我們盡力做得更加好 那你呢 又贊一下自己 不要只看自己不夠好 我們個個都有不夠好的 你和有些人比較 我真的很多事情都不夠好 不要緊 我有進步 我日日都進步 我總有些進步 我就贊一下自己 我今天有為神做一些事情 我今天有祝福人 我和人關係好 大家聊天 有沒有人會告訴你 跟你聊天開心了 如果你發覺 人家跟你聊天 好像快點想走 有些人經常都嘔嘔 那些人想快點說完 快點說完 因為那些人跟你聊天 舒服了 開心了 即是說 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 是被人有愛 有關心 那他才會有建立到 健康的自我形象 當個人沒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是很難和人相處的 因為他經常都覺得 又沒有人喜歡我 我什麼都不行 他裡面就裝了很多苦水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裡面裝的都是正面的 神的屬神的思維 神好愛我 我又祝福人 我又愛神 神又喜悅 這樣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很容易看到 為什麼看到呢? 他和人相處很淡定 有愛心 平穩安靜 他會聆聽人 關心人 他會說說有智慧 他做事的時候有信心 有膽量 這些有健康自我形象的表現 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 那你說死了 還差很遠 不要緊 總之不斷進步 這樣的人是很吸引人的 一個很正面的 喜樂平安的 時事都祝福人的人 是很吸引人的 那時候你就要分辨 誰是神為你預備 不要說吸引到人 馬上就進入戀愛 是要分辨 這個是不是神為你預備 好了 這裡我講出了 一個人有健康自我形象 首先深信神體中他 然後有健康的情緒智商 和逆境智商 就是說 有情緒處理得平穩安靜 就算被人罵完 不要緊 如果我錯我就認錯 如果不是我錯 我不需要什麼上身 不需要拿屎上身 我可以放下這件事 這就是健康自我形象 就算人傷害自己 不要緊 不死得 好了 其實這些對於任何人都有幫助 不只是對戀愛的人有幫助 那麼 逆境智商 就算有逆境 不死得 唉 炒魷 總可以找到第二份工 神可以預備 被人傷害 不要緊 有些朋友離開 不一定是傷心事 有些人真的不是那麼好 他離開未必是不好的事 即是不用受影響 有些人他認識的朋友 都是一些不好的朋友 那些朋友和他相處 沒多久又離開了 那他很受傷 其實當我們和人關係好的時候 我們關心人 我們都分辨哪些人是神為我們預備的 即是是神為我們預備的 基督徒 並且是愛主 不是代表我們對那些沒有那麼好的人 不關心 我們關心他 不過一個互相信任的人 必定是一個和神關係好的人 什麼叫互相信任呢? 我用個例子 譬如像我自己那樣 很多人找我幫助 那些未必是我的朋友 但我會聽他的 我會關心他 我會真心幫他的 我和什麼人會說我的困難和心事呢? 是我信任的人 我不會說 是否也找一個人 我今天被人罵完了 有人傷害我 我侍奉的困難 我現在很辛苦 我不會不斷找一個人去和他談 我一定是一些我信任的人 當然其實我不會吐這些苦水 我一定會處理 我當然主要的朋友是我的太太 尤其是一些和我侍奉的人 我都會和他分享我的事情 而且你發覺我在廣道 我都有時會分享我的問題 有時我都會說到我遇見的困難 人的問題 我如何處理 我不是把我自己的生命封閉的 我是說出我真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讓大家知道 不是我什麼問題都沒有 不過我靠耶穌處理 有這個逆境的智商 就是我真的不被人影響 這是我處理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學習 以及建立待人接物和處事的能力 如何能夠和人相處 亦分辨到不同的人 有些人真的很容易傷害人 有些人你幫他 他都不能夠站起來 我們幫到多少 我們就幫多少 又不需要被他影響 又不需要像揹著一個淡紙 亦都欣賞有些人 他真的很有心愛神 我們就特別去祝福他幫助他 以及處事的能力 懂得如何與人溝通 以及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 即是與人溝通的時候 人家會明白我們 亦都柔和與人處理問題 不只是什麼都經常講恩典 都處理實際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以及處理生命中的任何問題 任何個人的問題 婚姻中是會擴大的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明白 結婚的問題是會擴大 不會縮小 為什麼呢? 之前有情緒 結婚之後更大的情緒 為什麼呢? 是很多大家不協調的 兩個人一起都會不協調 何況是兩性呢? 因為男女的分別是很大的 所以在結婚之後 是一定有越多的問題 一定要學習如何處理 就不是說結婚就搞定 是不會搞定 因為那些童話故事 全部都是這樣的 他們就happy ever after 即是他們兩個結婚 王子公主一起結婚 飛到天上了 真是好得不得了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結婚之後 是有很多問題處理的 第二 所以下一點 認識男女分別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這個圖太細了 大家可能會比較難看得到 其實我後面有說到 男女的很重要的分別 男性這裡簡單說 通常著重活動 難於聆聽和表達內心 通常不是一定的 傾向收藏情緒 希望找到令她開心 和一起活動的伴侶 男性找到的是一個一起玩 開心 那不是全部的 整體上 她希望找一個溫柔的 體貼的女朋友和太太 女性就看重關係 有情緒就想抒發 想說出來 希望找一個聆聽關愛 和感受她感受的人 這個是男女的很大分別 男性就擁有一個很漂亮的太太 或者是很溫柔的 體貼的 又煮飯的 又懂得上班賺錢的 她就覺得搞定了 那婚一就圓滿結束 她真的這樣覺得 結婚開始 你每天就上班 你每天就賺錢 道完物業 你就開始工作了 她就覺得 人生就美滿了 她沒有想到 結婚就開始聆聽很多問題 很多相處的問題 很多要處理的問題 她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她一發覺 嘩 為何走光了 結婚 那麼多話說 那麼多不好的話 那麼多情緒 她不知道原來 結婚之後是要面對這些問題 亦都可以處理到 大家都開開心心 不是代表永遠都是煩惱的 但是一定 一定有個衝突期 發現有很多問題 男方需要預備什麼呢 需要學習明白女性 女性是很需要人感受她的感覺 關愛她的體貼 聆聽 感受到她的感受 以及聆聽關愛和溝通 女方需要學習什麼呢 尊重和接受男性 因為在女性來說 很多人覺得男性又不懂得說話 又不懂得說話 她的內心世界又說不到 總之沒有什麼愛心 他們就覺得 嘩 怎麼會這樣呢 一未結婚的時候 看到她 哇 站在那裡多威風 做事很爽快 很爽朗 男性通常是爽朗一些的 不過 通常有些不是的 但她沒有這個溫柔的一面 聆聽的一面 女性要學習什麼呢 去引導她 我看到有時候會引導我 她試過有一次為我做一件事 訓練人教導人 我當然知道 說漏了 於是我就跟她說 我想起 你真的用了很多心機做這件事 你用了很多心機 很感謝你 很欣賞你 你真的很有愛心 她表達 她就說 一百分 她真的會讚我 她會告訴我 我只有一句謝謝 真是很不夠 她做了這麼多 我只有一句謝謝 她提醒我 不要只說一句謝謝 想起她的心思 想起她所做的事 那這個女性可以引導 你 說你的內心 是否害怕我會告訴你 所以女性要學一件事 其實很多女性 為何結婚之後 男性的丈夫 會對她有些厭煩呢 為何呢 結婚之後開始 嘔嘔嘔嘔嘔嘔 甚麼都說五次 說了 越說越大聲 越說越激氣 於是她的心 她就開始覺得 嘩 她還未結婚的時候 嘩 真是又飄逸又開心 又跳躍又 嘩 真是很有趣 去到哪裏 成為那個地方的開心果 怎知道結婚之後 為何這麼多嘔嘔嘔嘔嘔的 嘔嘔嘔嘔 因為她不懂得回應她 所以她有很多負面的感覺 其實女性學習甚麼呢 知道男性的缺乏 引導她 接納她 用柔和的方法 幫助她 而她做得好 少少好的 立即讚她 雖然很多地方還未夠好 都立即讚她 她便有動力了 我曾經聽過 有個丈夫送一束花給太太 我太太就看著那束花 嘩 這束花這麼肉酸 你也能買得到 你買了多少錢 那個丈夫以後都不敢買花 因為買了花 因為後果被她批判 這個太太不懂得做 為甚麼呢 她不懂得欣賞她 只是批評她不夠好的時候 她便不夠膽了 這就是我們夫婦之間 需要引導欣賞她 女方也學習處理情緒 接受男性 接受男性 她有時真的 在這些人際關係是慢一點的 她未必會感受到 你那些小小的 那些signal 就是你小小的 表現出不開心 她不知道 你可能不開心 她也不知道 她也會觸錯用神 不知道為甚麼不開心 我們需要去 去引導她 不是那麼急 不是那麼急於她的改變 學習處理情緒 不要因為男性 不需要溝通 而引發情緒 我說幾次你都不明白 你又沒有心機聽我說話 那就不開心了 那就發脾氣了 那學習如何引導她溝通 兩性都要學欣賞和關愛對方 以及接受人的不完美 人總有不完美的 這個情況真的需要學習 所以在戀愛的時候都需要學習 需要學習怎樣去建立 去處理這些問題 這裡簡單地說 就是男女分別 左手邊是男 通常投入活動 女就投入家庭關係 男的不喜歡說感受 女的感受不套不快 不說得出來 它會爆炸 它裡面會被迫 男的需要學習才懂得到愛 男的本質 不是那麼容易懂得到愛 和關心 是要學的 女的通常來說 是更加容易付出愛 但不一定代表是完美的愛 可能她也有一個條件 希望得到什麼 她也想得到愛 她又付出愛 又想得到愛 所以你發覺 媽媽照顧孩子 是很大的愛心 爸爸也是有愛心 不過有時候 那個愛心會比較弱一些 缺乏一些 有時候甚至會忘記了 她的兒子在讀什麼科 第幾年級 她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那些都忘記了 很多人都忘記了 甚至有些爸爸 叫錯兒子的名字 有些比較嚴重 即是 那些兒子混亂了 好了 男的容易忘記家庭的責任 而女的對家人的責任很強 所以就變得很猛 你經常都不做這件事 那我怎樣引導她一起做 男性很怕聽到啰嗦 但是女性偏偏容易啰嗦 所以她不得到的時候 她會懶惰我 那這就是需要去調教 男性觀點 看重自己的地位 即是被尊重 不要覺得我蠢沒用 她的地位 以及不喜歡受命令 你做什麼 那她不喜歡受命令 看重哪一個厲害 哪一個高 哪一個低 所以男性在聊天 幾個男性 有時喜歡認得厲害 我厲害一點 她厲害 我更厲害 我更厲害 那女性觀點 就是看重人際關係 看重被關愛 以及內心的分享 所以這個 我們未結婚 男女就要明白這一點 男性處理情緒 其實我發現 我們當中也有很多 有些人結婚 有些人未結婚 有些人可能已經想著 我也不想著結婚 可能有些人 但是 我們也明白 這些 其實跟男女相處 都是很有幫助的 男性處理情緒 喜歡躲在山洞裡 因為她自己躲在山洞裡 她自己想好 她不喜歡跟別人說 也有原因 因為那些人一聽到 就會說很多很多 叫她做什麼 她聽到很煩 所以她就不喜歡說 如果太太給她一些空間 說的時候 問一下她 你想我怎樣 就不是說 我教你怎樣 你怎樣 她就不喜歡聽 不喜歡說 然後她需要空間處理 就不喜歡太早向別人傾訴 不喜歡太早說話 但是女性通常 就喜歡打破沙盆紋 一邊問 你為什麼今天不開心 什麼事 那個人對你做什麼 是什麼 哪一個人 結果怎樣 一邊問下去 她就不想說 好了 男性覺得問題解決 就不用處理情緒 她覺得情緒沒有問題 解決了就行了 但其實她可能 裡面隱藏了一些憤怒 不滿 不開心 她又不知道 但積聚起來 就變成封閉 封閉 封閉或者對人憤怒 她裡面積藏了 女性處理情緒 情緒就好像壓力煲 不吐不快 一定要找人商量 向人商量 等於分擔 已經好像分擔了一部分 需要透過商量 來紓解情緒 所以當丈夫聽到女性的時候 就不要猛地教她 而是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即是說出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感受你的不開心 我感受你的痛苦 你面對的困難 男性處理配偶的情緒 她喜歡做救火員 很勇敢 我幫到你 我就很成功了 但有時候她想幫 對方未必是女性想的 女性其實想她多些關懷 她說出她的感受 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認為分擔情緒沒有什麼用的 男性 女性處理情緒 配偶情緒 丈夫有情緒 喜歡查根問底 問到督 希望能夠分享對方的困擾 即你有什麼問題 我希望分享 但丈夫未必想說出來 這就是給大家空間了 進入戀愛的過程 第一 基督徒戀愛是為了尋找兩個人 是否神所安排的配偶 不是為了玩或陪伴 這與世人是完全不同的 世人拍拖 現在就喜歡這個 將來就喜歡第二個 玩玩而已 沒什麼所謂 但基督徒並不是 我們真是尋找神的心意 我懂得有基督徒是怎樣 他就走去跟不信耶穌拍拖 拍了一段時間 他就說我是信耶穌的 我不可以跟不信的人拍拖 那就再見 他只是玩玩 但這是很大的傷害 當我聽到的時候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每次跟那個人分手 那個人很傷痛 你會留下一個非常壞的見證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 我也聽過有些教會 有些男生追求不同的女生 然後跟他有性慣系 真的在教會有發生的事 所以不要覺得這些是天方夜談 是真實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戀愛不是一個玩的時候 當然可以玩的 不過是一個尋找神預備配偶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根本不覺得 可以做配偶 你不要去追他 這個傷害他的 第二 當對某人有感覺的時候 他覺得他可能是神安排的人 就是尋求神的帶領 亦都可以請領袖和乘數的基督徒 討告尋求神 即當我們覺得這個人可能是 我們便可以求問神 亦都可以請教一些領袖 牧師 看看是否怎樣尋找神的心意 而不是很快便去追 其實戀愛可以一夜之間很快進展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人的心靈很空虛 接著有兩個人約了他 在月光之下 在燭光晚餐的時候 表達 我看到你第一次已經很開心 很喜歡 我現在越來越喜歡你 對方一聽到之後 覺得我今天在我面前發夢 所有的如意狼君 他即時很快 就將他的感情投入 如果他覺得這個人是他喜歡的 立刻感情投入 接著幾個星期 發現不對勁 又分手 這就太快了 進入一個以為 哇!他這樣跟我表態 當然很好 但是 有時我們真的需要慢一點 去看清楚 去求問神 去尋找神的心意 第三 得到神的帶領 才逐步進入戀愛 不要急 戀愛可以很快 真的一夜之間 可以很快 甚至有些人 他沒有跟從神的方式 一夜之間有性關係 真的 那個後果是很嚴重 很多問題發生的 當我們全心愛神 那個神為你預備的人 是不會離開的 這一點很重要 神為你預備的人 你愛神 聽神的話 他不會離開的 因為神會預備 這個人就會跟你在一起 這一點是很多人不相信的 他就用盡方法 快點追 快點追 他只是希望快點得到 我再說一點 男性拍拖的心態 是好像一件工作 通常 我追到一個女生 就成功 他就開始放慢 他不是想著 我付出很多時間 和心機 在這件事上 這是很多人 都有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事實 好了 從討告和兩個人的相處 和相愛 來領受 兩個人分一 是否神的旨意 不只是求問神 還有不要只說 有一個人說 我先知性領受 你們兩個是 然後兩個人相處 一整天吵架 先知說是 那是不是 總是覺得一定是 我會這樣說 如果神的帶領 他也會感動你 不只是 因為這個世界上 有真先知和假先知 有些人是順口開河的 他見到兩個人 一時的感受 多好 他就說 你們是神預備的 但兩個人發覺 不對勁 所以我們一定是尋求神的心意 並且看看相處 大家都學習 需要學習的 需要看書 還有我上網有很多婚姻的影片 你找婚姻而牧師 你會找到很多的影片 男女 你會看到不同的影片 去學習 也有其他人可以教導的 亦可以找我幫助 在這兩方面 去尋找神的心意 第五 男女兩個人 不要在密室獨處 不要有親密的身體接觸 否則就會被情欲牽著犯罪 與神的關係就會出現問題 甚至離開神 身體接觸是會挑情的 叫人在當時難以控制 以致犯罪 有很多基督徒 在戀愛時發生性關係 甚至懷了人 但後來又因為不和而分手 所以千萬不要做未婚媽媽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男女都要留意 還有你所牧養的人都要留意 而人的身體是很容易有性的反應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一點 女性要明白這一點 當對方在摸一下你 掃一下你 不是一定要摸某些很敏感的地方 只是你的手也可以 肩膀也可以 可以令到你很軟 馬上變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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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來說 尤其是年輕的男性 一看到女性漂亮 已經可以馬上有生理的反應 一接觸 也會很容易有生理反應 男女都很容易有生理的反應 那時候有一個牧師很坦白跟我說 這句話可能有些人覺得很操作 他說男人是用他的性器官去想事情 這句話是甚麼呢 他不是用腦子去分析 他的性器官告訴他 他很喜歡他就喜歡 他的性器官覺得有反應 他就用這個思想帶領他的生命 這句話很坦白說出 男性給他的性欲所牽制 所以很多男生追女生 就希望快一點 逐步 拖手仔 擁抱 親吻 虎摩 跟著性關係 他經常都想著 甚麼時候下一步 這是男性很多時候的想法 而女性就希望他真的為生愛自己 而因為對方有很多愛的表現 就覺得他這些是愛的表達 即是覺得身體接觸是愛的表達 可以是 不過也可以是性慾的表達 是他想擁有身體的表達 未必一定是他愛的表達 未必一定是他 即是我終身愛你 亦有很多人 有了性關係之後就扔下 我早點跟你說 有一個人 他真的有情緒問題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的男朋友和我的性關係 又離開了 連他的錢也拿了 他也扔下了我的電話 我現在很失戀 我說 這個人不值得你繼續去 我知道你很傷心 不過這個人不值得你去想 他不會再給錢 他說 我怎麼可以再拿錢 我說 你找不到他 他會跟你扔下電話 即是他不會再找你 你越早放手 你越早可以平安起落 你越想著他 你失戀得很痛苦 因為他根本沒有愛過你 他只是想利用你的身體 即是他不知道 他以為有個男性 即是喜歡他的身體 即是喜歡他 也很重要的要記得 污衛邪蕩奪奸淫 行者則是 那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如果人只是有性關係 有時候男性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和女性有性關係 我好處 他走了 他不著數 我好處 但其實是不著數 為甚麼呢 因為自己的生命都被破壞 神的計劃就破壞了 第六 如果看到對方隨便和異性交往 或者身體接觸 就要分手 即是你發覺對方經常追求女生 經常跟女生很親密 那些人是不可以的 他很快便會有婚愛情 即是這些人 因為他經常追求女生玩 將來也會有其他問題 也會有性病 因為他跟人交往的時候 很容易有性病 就跟著傳給你 有一點很重要 不要以為有個人跟你說 我愛你 因為很多女性覺得 如果她懂得說 她會說甚麼 我每天都想著你 我看到你就 整個人暈一暈 我就 整天都掛著你 我看到你就很開心 那個女生聽完 整個都心裡 就以為她真的很愛她 因為男性追求女生的時候 她會用盡一切的法寶 她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令到你覺得她喜歡你 而女性就很容易上當 我們明白一點 男性追求女性 有時候是一個任務 不要被她的甜言物語 和親密行動牽引著 而開始戀愛 而安靜等候神的心意 甜言物語未必是真心話 因為男性和女性 在戀愛兩個目標不同 男性的目的是 追到一個女生 或者玩一個女生 真的有些是玩一個女生 女性的目的是甚麼 希望有人愛她 是一直對她好的 通常女性的目的是長線 男性的目的是 可以一時的開心 為甚麼網上這麼多愛情編局 很多 是多到不得了 騙了很多錢 還有一些很厲害 你看上高的年歲 八十歲婆婆 七十四歲 給大家看看 八十歲 七十幾歲 六十歲 都被騙了 還有一些是高知識分子 為甚麼 人的心靈空虛 當有一個人說 我疼你 我很喜歡你 我每天都掛念你 然後就說 我現在有些經濟問題 我想來見你 不過又買不到飛機票 你可以給我一個飛機票嗎 好吧 然後又不出現 我認識了一個人 我認識她的妹妹 其實我也認識她 不過她沒有告訴我 她的妹妹告訴我 她說姐姐去旅行 認識一個導遊 她的導遊 經常跟她相愛 她就寄了很多錢給她 這個 你看不到 就是騙你 你真的要分辨 但她姐姐不肯 覺得這是她人生的夢想 成真 這就是人的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 大家要明白 婚前的make love 不是love 是abuse 婚前的性關係 不是愛 是濫用對方的身體和愛情 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婚前的性關係是好的 也千萬不要用婚前性關係 來扣著男生 或者懷了人 有個兒子 不要以為扣著她 她可以失蹤 她說 大家同意而已 法律上你不可以告我 大家同意 你是成人 我是成人 婚前性關係 帶給對方什麼呢? 第一 兩個人都犯了奸淫的罪 淫亂的罪 有內疚 羞恥 永遠都留在身上 自己記得 以前曾經有婚前性關係 經常有一種羞恥 有懷孕的可能性 以及懼怕會失去關係 所以其實是很 很吃虧 很大的傷害 魔鬼總之要說 你愛我就跟我上床 你愛我什麼都不肯 這些是魔鬼的說話 這些說話是魔鬼的說話 我們就留意了 另外一點 我們最後說了 戀愛不成功分手 怎樣呢? 往往的後果是什麼呢? 大家離開教會 有些兩個一起離開 為什麼呢? 面對其他人很醜怪 面對其他人 在拍拖胎 為什麼沒有了夏文 很醜怪 不敢再面對大家 這個其實 對大家也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我們在那裡有傷害 我們就在那裡醫治 這是最好的 當我們戀愛不成功的時候 接納大家不是神配合 就放下憤怒和埋怨 盡量去饒恕 我們都有做錯 不要緊 我們放手 大家都未成熟 有做錯的事情 去饒恕大家 能夠做回弟兄姊妹 給予相愛、關心 仍然是弟兄姊妹 學習正常的交往 和真心祝福對方 亦都可以留在同一個教會 這是最健康的情況 不過有些人 因為他放的感情太強 而且他跟別人說得太多 因為他一旅外 他就要告訴阿世美的朋友 現在我有個如意囊君 現在有個很好的女朋友 或者一些人很緊張 另一件事 那些人很緊張 猛地好像回報他當日的消息 我那天看到他在旺角 我看到他在哪裡 他們兩個怎樣 接著就做到一個很強烈的氣氛 這個其實是不好的 不需要加強他們的關係 我們不需要注目在他們進展成怎樣 這個造成了一種壓力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人來到教會的團契 有個女生帶他來的 那些人經常傳傳傳傳傳 其實他們兩個不是戀愛的 但是就一直傳傳 傳到這個人最後離開 他說 他們說 我都沒有做 那些人就說我做 真是很八卦 為何基督徒都這麼八卦 為何總是要看到 他們兩個做甚麼 做甚麼 關你甚麼事 所以我們千萬不需要去八卦 別人做的事 兩方面 這是尋求神的心意 對於戀愛的觀點 觀點就是 這是尋求神的心意 是一樣 我們跟從神的方式做事 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私人的 不是只是一種 好像開心的地方 當然有開心的 戀愛應該有開心 不過我也告訴大家 你不要想著戀愛一定是全部開心 戀愛很快就不開心 戀愛很快就不開心 為甚麼不開心 他今天沒有找我 為甚麼不找我 他跟我說話好像沒甚麼心機 他好像不記得我的東西 在戀愛之中 經常都出現 他是不是已經移情別戀 他還是愛我 經常都在心裏 所以戀愛其實都是有很多困難 在過程中 不要想著戀愛就馬上飛到天上 兩個人真的好像神仙一樣 是不會的 第三 恢復友誼關係都不尷尬 就是不要緊 我們大家接受對方 戀愛的過程也是大家成長的過程 大家一起成長 兩個圖 左邊的圖就是 兩個都不想見對方 還是我能夠和諧相處 這個也是求神幫助我們 不要 因為這個造成整個群體的傷害 比如那個小組 兩個人傷害 然後分手 兩個人一聲消失了 那個小組都受傷害 那個教會都受傷害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為大家祷告 求主帶領我們 有些人說 都不關我事 我現在結婚了 我們就反思一下 我們婚姻的狀況 有些人都說 我都不打算結婚了 我們都反思我們內心 在一個單身的狀況 我們會不會是喜樂的狀況 或是一個痛苦的狀況 我們夫妻的相處 是不是一個喜樂的狀況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去親近神 我們下一次會說到婚姻 如果你知道有些人有婚姻問題 都可以邀請他們回來 我們下一個月 應該是第二個禮拜 下一個月第二個禮拜 我就會繼續說到婚姻 我們一起祷告 不如這樣吧 我們邀請那些單身的 都是你想被祝福的 我不知道神會做甚麼 不過你們出來好不好 單身的 你出來前面 這裡 我們為祂祝福 也求神致給他們 智慧和平安的心 去被神帶領 不用怕的 好的 首先我們伸出一手祝福他們 祂祂祝福每一位 他們單身的 他們不是缺欠些甚麼 他們在單身的時候 都是蒙福的 神去把他的愛 囂灌在他身上 大大的私恩 在他們生命之中 祝福他們 加力給他們 與他們同在 安慰他們的心 在他們心靈中 有空虛的 有孤單的 有不開心的 求主耶穌祂 你親自的安慰 醫治 賜給他們聰明 智慧 如何面對這些 戀愛 婚姻的問題 求主親自的帶領 親自的祝福他們 主耶穌幫助我們 在戀愛和婚姻的事上 真是走神的路 被神所帶領 因為神有奇妙的計劃 神有奇妙的安排 無論是戀愛婚姻 或者是單身的 都是蒙福的 我們不需要 看小那些沒有戀愛的人 我們不需要去詢問人 你什麼時候有男朋友 什麼時候有女朋友 我們不需要去擔心這些事情 求主親自祝福年吻 主耶穌願 你與我們同在 也保守我們 在這件事上 在婚姻上 在戀愛上 都跟從神的路 跟從神的帶領 被神去帶領 不是跟從人的意思 那是跟從神的意思 由主和我們一起 安慰我們的心 加力給我們 主耶穌你真美善 耶穌你真美善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如果是神你的旨意 求你為祂預備 合適的戀愛對象 和配偶 讓祂能夠 在婚姻中蒙福 如果是神的心意 求主幫助我們 接受 即使沒有戀愛對象 我們也有平安的心 去面對 主耶穌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愛我們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 主耶穌求你行神職其事 在他們中間 祝福他們 提升他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也求主祝福我們 當中有結婚的 求主祝福我們的婚姻 登蒙神的喜悅 在婚姻裡處理生命 建立關係 讓我們享受與神的關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妹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在外面認識一個異性 又有心 那要怎樣做呢 這樣的時候我會鼓勵大家 你可以帶他回來教會 向他傳福音 不過最好不要跟進 亦都不要用戀愛來 幫他信耶穌 不要說你要跟我結婚 你就要信耶穌 而是為其他人跟進 你說有其他人跟進 相信他會被其他人取得 那怎麼辦 如果是神給你的 就不會跑掉 就是你的心信 如果你在外面遇到異性 大家有些好感 你就帶他回來教會 我們向他傳福音 去幫助他 如果神是預備的 或有一天 是神為你預備的配偶 但不要用婚姻為了結婚 而叫他信耶穌 因為他想和他結婚 所以叫他信耶穌 而是他真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神預備 安排這些道路 主祝福大家 在這兒 中文字幕有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